在神秘的朝鲜旅游 第二天上午 我们还有一处特别的行程安排 但是基于一些现实的原因 视频不方便展示 在途中 朝鲜旅导游开始讲一些 男女婚嫁的猛料 比如在朝鲜 完全没有彩礼这个说法 结婚时主要有女方出钱出物等等 一讲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身头一看 大爷大妈们也都变得很精神 在我们中国结婚的时候 结婚礼品 都男方准备是吗 对对对 男方还有柴名呢 我们朝鲜都是女方来准备 我们朝鲜男人准备 准备东西就三个就好了 三个 第一个是住房 住房 但是住房离物体 国家没费给了嘛 所以 所以没问题 第二个是 那个当天 新娘穿的这样的民主 民主服装 这个也没问题 不那么贵 第三个就是高丽人生 高丽人生 大家都知道的高丽人生 为什么准备高丽人生呢 这个人生主要补身体的嘛 补身体 女人生孩子 那个身体虽弱嘛 女人生孩子以后吃那个高丽人生 那个 呃 为了那个补身体的 他要没的意思呢 如果男方准备一个人生的话 他要一个孩子 准备爸爸的话 他要八个孩子 他要一个人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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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现在中国流行的结婚年龄是几岁 结婚年龄 结婚年龄 二十二十 二十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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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二十二 女的二十 女的二十 男的二十二 哎 早了 哈哈哈哈 我问朝鲜呢 在我朝鲜呢 在我朝鲜法律上制定的结婚年龄是 法律上啊 法律上制定的年龄是 周四有十七岁以上的都可以结婚 十七岁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朝鲜 全民绝病的国家嘛 全民绝病 知道吗 我们男人的话 我们朝鲜男人的话 男人的话 都是医务病的 医务病 医务病 必须得残病 对 女人不是 女人不是 女人是个老婆 对 这个当兵期间 那那个十年至 十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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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兵期间不能结婚 所以嘛 每个那个中学的呢 十八岁层兵 最软的时候啊 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所以在我们朝鲜 最流行的结婚年龄是呢 就是二十八十九 女的是二十四二十五 对 对 呃 班典学 也班典自学 还说得差呢 对 这样挺好 挺标准的 我声明给大家讲讲 国务行政区 国务行政区 纳基上坤城到 折强市 市 郡里 到了 相当于中国的省 折强市和市 是跟中国一样 郡相当于中国的县 李相当于中国的 真 或者乡 是这样的 目前我们和国 北方度 有绝过到 我们今天就是 以行政区最基层的 最基层的 民族单位 组成 合作农场 管理委员 这个合作农场管理委员 可以怎么理解好的呢 跟以前中国的生产队 是吧 七十年代的 六十七十年代的生产队 对 生产大队是在小妹 请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每个房子的 每个房子的前面有个小绵子 小绵子里面有个小土地 小土地 这个小土地才是个人的 个人的安理性的政策 一个种地 风雨超过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土地 巴士经过螺旋市的城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动物粪便的气味 我个人估计应该是田野都大规模的试过一次农家肥 路边有很多人在劳动 但是这劳动的场景 总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首先 很多地方都没有专家 大家不知道是在干嘛 拔草 种树 整理水区和田梗 我作为一个出生农村的人 实在是想不出他们的实际劳动内容是什么 第二 看这些人的穿着 并不像经过朝鲜农村地区时看到的普通农民 这些人更像是城里的人 有的戴着眼镜 有的穿着还算时尚的外套和运动装 给我的感觉 这好像是城里的工人 工作不饱和 来农村进行运动式的劳动 仔细想想 其实 这就是朝鲜当下面临的困境 农业上 国土面积有限 可耕种面积少 工业上 工业基础薄弱 出了出口一点资源 工业品出口 几乎为零 没有外需 内需消费也极少 小国里 内循环 真的就是一坛死水 完全靠自己一天一滴水的积累 生产资料很难增长 技术很难进步 于是社会中的很多人或劳动 都处于出产价值极低 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空转 打个比方 就像开车一样 油门踩着山响 整个系统都在运作 但是就是挂不上档 所以眼看操作猛如虎 定睛一看原地处 总之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摸索出一条 更有效的发展道路吧 稍后 继续 erman 帄予 飞